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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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呢就把这第一列呈上负一加到后边所有的列 那我们知道呢某一列呈上一个数加到后边的 加到其他列的时候那行列式的值是不变的 所以呢你看我们把它呈上负一加到这以后 A方没了B方没了C方没了D方没了A方B方C方D方没了A方B方C方D方都没有了 好都没有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看这个是2A加12B加1这4A加14B加4啊这都是对称的那我们再把这一列呈上一个负2啊 乘上负2加到这呢我们来看这个是负的4A加2加到这以后呢这就剩个2 哎然后呢这个加到这也剩个2啊 所以这些呢就都剩2了 哎我们把它呢写的清楚一点啊 现在我们说这个里头的这些都没有了 这些都没有了 第一步这些都没有了 好 第二步呢我们把它称负2加到这以后呢这一列又都全部的变成2 哎然后呢我们再来看 我再把这一行啊乘上一个负3这一列啊乘上负3加到这 那么这就是负6A减3 那么这呢就变成6了 啊那么这个呢也变成6了 所以这一列呢全都是6 这全都是6了以后呢我们来看呢 这一列和这一列呢是对应成比例的 啊那么这一列比方这一列啊 他比他1比3 1比3啊这两列对应成比例呢 我们就说呢这个行列式的值啊就是0了 啊一个行列式里边有两列或者两行对应成比例 这个行列式的值就是0 哎所以呢当我们把它展开以后呢 做了这样一些列变换以后 哎那我们就得到这两列对应成比例 它的行列式的值就是0 啊第七题 让证明行列式 B加C C加A A加B B1加上C1 C1加A1 A1加B1 B2加C2 C2加A2 A2加上B2 而这个东西就等于2倍的 这是A B C 这是A1 B1 C1 这是A2 B2 C2 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就有一个呃不用操心的算法 说我们什么都不管它 我就直接呢把这边按的三件行列式去展开 这边也展开 然后算出两边一样就行了 不过呢很明显这个办法呢计算量是比较大 好那现在呢我们怎么干呢 我们来这样干 这个行列式呢 它有分行相加的性质 啊 一当然我们来分裂相加呢 当然也可以 啊于是呢我们来看 我就把它给分开 大家注意啊 按照分裂相加的办法呀 呃可不是直接呢把每个列都给它分开 而是呢得一列一列的去分 比如说呢我第一次先按第一列来分 那这个就是B B1 B2 啊这是一个 然后加上下一个是谁呢 下一个就是C C1 C2 啊我按照两列 按照两列给它分开 啊这样分了以后呢大家注意啊 后边的这个东西你可不能分了 后边的东西是直接抄下来的 啊这个是A加B A1加上B1 这是A2加上B2 然后呢这个也一样 C加A1 C1加A1 C2加A2 然后呢这个是啊 A加B 这是A1加B1 这是A2加上B2 哎呀我们来按第一列分了以后啊 按第一列分了以后呢那后边的这个列呢就不变 哎 原封不动的给它抄下来 啊说那然后呢 这个再怎么办呢 哎我们当然还可以这个接着去分啊 啊 再给它分开 那么这一个又分成两个按第二列来分啊不过我们这里边呢大家看呢已经有比较好的东西了 哎拿好呢 我们来看当我们把这个的第一列乘上负一往这加的时候啊 大家看乘上负一往这加的时候看这三个数没了 那么这一列就剩了AA1第一 哎然后呢 剩了这个东西以后呢 那我把新的这个行列是再把第三列乘上负一加到这儿 这就是AA1A2又没有了 看就剩这么一个东西了 哎同样的我们这里边呢来做第一步 我把它乘上负一加到这儿 C1C2没有了 然后呢 我再把亲得的这个第二列乘上负一加到这儿AA1A2没有了 哎所以呢 你看啊我们得到的结果呢 现在就是这样两个每一行啊都只剩一个数了啊 那么这样的东西我们现在呢要往这来着 我要往这来 要往这来呢 怎么能过去呢 那我就这样干啊 我先交换这两列 啊大家看第一个交换这两列了以后呢 这个这就变成C1 C1C2 那前边呢是AA1A2这是B1B2 那么交换了以后前边呢就交换两列就得差个符号 好那么现在呢大家看我这里边呢对应的是A的那一列 这对应的B的那一列那我还得把它换过来才能换到这儿来 啊我再换一次这就变成AA1A2这是BB1B2 那那么又换了一次又变了一个符号这就变成正子了 啊那么对于第二个行列是呢哎我们也一样的去处理啊 我就先把它呀 这两行这两列换一下 那这就是AA1A2前面有个负的那C跑这来了 我再和这这两行这两列再换一下 那B就跑到第二列来了 那C就跑到最后去了 我也是交换了两次啊 变了两次符号又变回来了 哎那么大家看呢这个和这个相等都是他 加起来12倍啊那么这个例子里边呢就体现了呃 行列式的分行呃相加的啊或者说分列相加的话啊 我们用这个性质呢可以可以给我们的计算呃带来很大的方便 但如果要直接去展开呀这工作量呢显然太大了 嗯嗯嗯嗯嗯嗯嗯 我们来看第八题 设在N节行列是D 等于 DA A11 A12到A1N A21 A22 A2N 这是AN1 AN2 ANN 在这里边呢 如果AIJ 等于负的AJI 证明当N是基数的时候呢 D是等于零的 就是N是基数 我们来算一算这个D 它等于零就行了 那我们原来呢 我们学过一些东西 就是这个AIJ等于AJI 就是没有这负号的时候呢 我们说它是对称的 比如在矩阵 我们后边讲矩阵的时候呢 经常碰到对称矩阵呢 就是没有这负号的时候 这矩阵是对称的 那么这个里边呢 如果是没有这负号 我们也可以叫行列式 是个对称的 不过对称的那个行列式啊 这个没有什么意思 这个反 这个呢 我们因为这有个负号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反对称 那么这个反对称的话呢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我们先来看 因为这个式的 它说呀 对于任何的I和J I和J 从1到N的时候 对任何的I和J都对的 那我现在呀 就取一个J和I相等的时候 看这等于I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那这边就是AII 这个就是负的AII AII等于负的AII 那我们把它拿过来以后呢 就是2倍的AII等于0 两边除以2 我就发现呢 这个AII啊 就等于0了 也就是你看啊 I等于1的时候就是这个 I等于2的时候是这个 I等于2的时候是这个 就是说这个对角线的元素呢 现在都变成0了 好 再然后呢 这个比如说我这取的是 A12就等于负的A I是1 J是2 负的A21 就这个东西 好 于是呢 我们就把它 这个据这个行列式 我们给它写成这样 我们把刚才的这些结果 我们把它带进去以后呢 它就是这个了 这是0 对角线的元素都是0 再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上边给它保留 这是A12 这是A1N 这是A2N 好 大家看呢 这个A21啊 A21就是负的A12 所以呢 这个是负的A12 再然后呢 我们来看其他的 这个AN1 就是负的A1N AN2就是负的A2N 就是这个东西 是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啊 给它做一个转制 因为我们说一个行列式啊 和它的转制不都是相等的吗 一转制了以后呢 这个0还是0 那么这个啊 这俩一交换 就是相当于把上边啊 变成负的了 下边是正的 然后再看这个地方 他们俩换位置 那么这个是A1N 那这个是A2N 然后呢 这个换到上面去呢 就是负的A1N 这个是负的A2N 是这个 是这个 是这个东西以后呢 我然后啊 我把第一行大线都有个负1 我把它给提出去 提出去一个负1 里边呢 就变成了 0 那么每行都提出负1 因为这有N行 所以前面就有N个负1 那么我们来看呢 变完了以后啊 就这个行列式啊 跟这个行列式 你看它是一模一样的 这两个行列式一模一样 那么这个它不是D吗 那就等于 这是负1的N次方 这个跟它相等 所以也是D 那么看啊 在条件N等于基数的前提之下 那么负1的N次方呢 就是负1 所以D就等于负D 因为N是基数 那么D等于负D的话呢 那就是 我把它拿过来 就是2D等于0 那2D等于0呢 一除以2D就等于0 证明完毕 那么这个题目呢 那主要呢 就是让我们啊 这个运用 这个对称 反对称性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 来给它转个质 一个行列式 和它的转质的值 这个行列式 和转质的值是相等的 然后呢 再利用一下呢 我把每一行啊 都给它提出一个某一个数 用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能够得到D等于负D 大家注意呢 这回这个前提啊 这个N是基数 如果N是偶数的时候啊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你就不知道了啊 比如啊 我们随便来写一个 D如果是偶数 比如说是二阶的吧 那二阶的话 这个行列式 那我们知道 因为反对称呢 这个这个肯定是0 对吧 然后呢 反对称的话呢 比如说我这个是1 这个是负1 那么很明显啊 这个可不是0了啊 这个是0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减就负1 就是1了 所以就不一定是0了 偶数的时候不一定是0 但是基数呢 保证它是0 那么第三节的习题就完了 下面呢 我们来看第四节的 第四节呢 是在134页 134页 它说第一个 第一题要把这个行列是 1 ABCD 负1 负1 E0 把这个行列式呢 它有要求 让你啊 第一第三行展开 然后再加一计算 一定要先按第三行把它展开再计算 那么展开以后呢 那么这东西就是 A乘上它的代数与子式 与子式这个比较好写 就是把A所在的行和列滑掉 滑掉以后啊 这一列不要 这一行不要 剩的是零负一负一 这个是负一负一一 这个呢是负一一零 这是与子式 那么A呢要成长的是它的代数与子式 那么代数与子式呢 就得有一个符号 那看这个呢是 这个A所在的是第一行第三列 第一行第三列 那么就是负一的 把它写在这吧 负一的第一行第三 第三行第一列 第三行第一列 所以它有个负一的一加三次方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B的这个 好啊 这个东西啊 它的代数与子式 那么就是把它所在的行和列滑掉以后呢 这是一负一负一 然后这是零负一一 然后呢 这是负一一零 负一一零 那么B它所在的是第三行第二列 所以有这个符号 再加上C 给它了 第三个 第三个呢 它的余子式就是 把它所在的行和列滑掉 剩的是第一行剩一零负一 第二行剩零负一一 第三行没有 第四行的是负一负一零 它的符号是负一的 这个C是在第三行第三列 再加上一个D 乘上 它所 D 它的余子式把行 所在行和列滑掉 剩的是一零负一 然后是零负一负一 再然后呢 是负一负一一 负一负一一 这个是乘上负一的 它是在第三行 第四列 第三行第四列 按列展开以后呢 那我们就来算一算这些值 这个呢 这有一个A 这有一个A 那么它的符号呢 还是正 这是一加三 是等于四 符号正 然后呢 我们来看 我们直接把它展开好了 这个是零 这个 是正一 这个 也是正一 这个 是负一 减去负一 这个是零 这个呢 是零 所以这是三A 然后再来看B的 这个B的是谁呢 B的话呢 大家注意 前面已经有个负号 这有一个负号 然后呢 我们展开 这项是零 这个乘起来也是零 这个乘起来呢 是一 然后呢 再来看这个 这个呢 是减去负一 加上个一 然后这项是零 这项也是零 所以呢 这就是负二 大家看C的 C的呢 那么这个是零 这个是零 这个呢 也是零 所以斜的这三个都是零 这个是正号 然后呢 这个是负一 所以就减去负一 这是个正一 这项呢 是零 那么这项呢 大家看 也是负一 减去负一 所以是二 C的系数是二 大家看 D的系数呢 这有一个负号 然后呢 这个是负一 这是负一 这项是零 这项也是零 这个是负一 减去负一 这项是零 那么这个呢 是正一 减去正一 那么这个结果是负一 这又有一个负的 所以就是加上D 这是这个最后的结果 那么这个题目呢 当然呢 我们说要是直接去 这样呢 把它展开啊 还是比较麻烦 那我们呢 看如果我们要按着性质 我们直接按性质来计算这个东西呢 会怎么样 按性质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它 比如说画成上下三角 或者是按照零多的那个 给它展开 这个呢 都是比较简单的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这第一行呢 不变 这已经是零了 我们直接把它写在这 然后呢 看我们要把它画成零 就是把这个乘以负A加到这儿来 乘以负A 负A加到这儿 这是零 这是零了 不理它 这是B 乘上负A以后呢 是正A 所以这个地方是A加C 这个地方称负A以后是正A 所以这个是A加上D 然后呢 到这儿就直接加过来就行了 这个是零 这个呢 是负A 这个加到这儿是零 它加到这儿是负A 这个加到这儿以后呢 是零 这个加到这儿以后呢 是负A 那么现在呢 我就可以啊 把它按照这个第一列来展开 按第一列展开的时候呢 它就等于一乘上 代数余子是 它在一在第一行第一列 其他都是零了 所以后边呢 剩的就是 这个余子是负一负一 一 这是B 这是A加上C 这是A加上D 然后这是负一 这是零 这是负一 好 那么我们前面这个东西呢 显然是一了 我们然后呢 再在这个上头呢 去做变换 在这个上头来做变换 那么怎么变呢 比如说 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变成零 就是啊 它减它就可以了 它要减它的话呢 这个也就是说 把它乘上负一加到这儿来 它乘上负一加到这儿呢 这就成了零了 这是负B 所以呢 这就再减去一个B 这乘上负一是一 加到这儿以后呢 就变成了二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行列式 按照最后一行展开 那这有一个负一 然后呢 再乘上一个负一的 它呢 在的是第三行第一列 三加一次方 第三行第一列 然后呢 剩下的呢 就是这鱼子式 就要它所在行和列的 这就是负一 这个是二 这是A加上C 这是A减B 再加上D 然后呢 我们看前面 这是个三加一 这是四次方 所以这个没有了 这有个负一 这是负的 我们这回呢 就把它直接按照 二阶行列式来展开了 好 那么它 乘上它呢 就是负A 加上B 然后呢 再减去D 再减去 这两个乘积 就是减去2A 减去2C 就等于 这是负A 负2A 是负3A 有一个负号 这是3A 这个是 这个是 B B呢 这是一个B 一个B的话呢 这个应该是一个负B 这是负的2C 所以这应该是正的2C D呢 这是再加上一个D 好 我们看刚才呢 我们 这个是3A 那是负2B 我们看看 大概是这个地方有点 错误啊 我们来重新算一下这个啊 这是前面有一个负1 然后这个是0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是0 然后呢 这个是负1 这是0 这个是0 然后呢 这个是正1 这是减去负1 是个正1 这有一个0 这还有一个0啊 B所去掉的 这个代数语子是 1负1负1 0负1 1 这个是负1 1 0 然后呢 这项是0 这项是0 这项呢 是正1 然后呢 这个是负1 这个是0 这个是0 这有两个负1 这应该是减去2倍的 减去2倍的话呢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呢 这个 它乘上负A加到这 这是B 这个是A加C A加D 这有一个是B 嗯 有一个是 减去一个B 然后呢 把它乘上负1 加到这儿 这个是 乘上负A A加C A加D 把它呢 展开以后呢 直接加到这儿以后 这个是0 负1 这是0 这是负1 0 然后呢 展开以后呢 这是它的一个 余子是 负1负1 负1负1 这是一个 开始的时候 这是一个1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是B A加C A加B 然后呢 这是负1 0 负1 0 负1 负1 然后呢 它和它相减 这个是0 这是一个负B 1 减掉这个以后呢 这是一个2 然后呢 再按着这一行来展开 这有一个负1 这是负1 这是2 这是A加C A减B 再加上D 你查不到这个错误了啊 我回去再查一查 回查一查 那下一节课呢 给大家写上啊 那么从计算的观点来看呢 这个按着 直接按着这个 某一行或者某一列来展开 你也不管它零多还是零少 那么这计算量呢 是比较大一些 那么如果我们做了些适当的变换以后呢 再来这个按着某行或者某列来展开 这个计算量呢 会小一些啊 嗯 嗯 嗯 我的眼尖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第二题的计算下边的行列是 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 就是一 二 三 四 这是二 三 四 一 这是三 四 一 二 这是四 一 二 三 那么这种行列是呢 它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说呢 下边的行 就是把前边的那个行啊 后边那个往 这个前边那个往后挫 前边往后挫 这个一拿到后边去 这个相应的位置呢 往前提 往前挪一下 就变成这个东西 变成这个以后呢 这个行列式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循环行列式 如果是对应的矩阵呢 就叫一个循环矩阵 那么这个东西呢 那我们目标还是要把它呢 画成一个上三角 或者把某一行 某一列 画的零比较多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去计算 那么这个呢 是一 二 三 四 第一行呢 不管它 第二行呢 我就给它把第一行乘上一个 负二 加到第二行上的来 乘以负二以后呢 这个是零 那么乘上负二 这是负四 负四加三呢 是负一 这个呢 是负六 负六加四就是负二 这个呢 是负八 负八呢 再加上一 就是负七 然后呢 我把这一行再乘上负三 往这加 那这个是零 也是零 然后呢 这个是乘完了以后呢 是负六 负六加四是负二 这两个乘完了以后呢 是负九 负九加到这呢 是负九加一 是负八 这是负的十二 负十二加二呢 是负十 再乘以负四 往这加 乘以负四加到这呢 这个是零 它乘以负四 负八 负八加一是负七 这是三四十二 负十二 负十二加二是负十 然后呢 这个是负的十六 负十六加上三 是负的十三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啊 按照第一列呢 给它展开 按第一列展开呢 那么这个一的对应的地方 呃 一的 前面有个一啊 然后呢 这个系数呢 这个符号是负一的 它所在的是一行一列 所以就剩下后边这一小块 那么这一小块呢 全都有负号 我把负一呢 都给它提出去 提出三个负一 那就是负的 然后呢 这是一 二 七 这是二 八 十 这是七 十 十三 好 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把 再把第一行呢 乘上负二加到第二行 第一行是一 二 七 然后呢 乘上负二加到这以后呢 这个是零 这个是四 然后呢 乘上负二 这是负的十四 这是 加到这是负四 然后呢 再乘上负七 往这加 乘上负七呢 那么这个就变成了零 然后呢 这个乘上负七 是负的十四 负十四加这呢 是负四 然后呢 七和负七相乘 是负的四十九 再加十三呢 就是负的三十六 负的三十六 然后呢 我们再按着 这个的第一行 按着第一列来展开 展开以后呢 就等于负的 这个负号 这个一不写了 符号是负一的一加一字方 也不写了 那么就剩 就剩这个东西 那就剩的是 四 负四 这是负四 这是负的三十六 然后呢 我们直接展开呢 当然也可以了 那么这个呢 因为比较好看 所以呢 我把呀 这里边的第一行 直接加到这来 这个就是零 然后他加到这呢 就是负的四十 就等于 这就直接相乘就行了 是一百六十 有个负号 前面还有一个负的 所以这个结果呢 就是一百四 好 那么 大家在算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就 直接按照把它 画上三角的办法 或者说呢 把一列呢 画成零的办法 就可以 不过呢 这个题 如果呢 大家仔细观察 像这种循环的 这种行列式 不管它有多少阶 作为一个循环行列式呢 我们就可以观察到 它的另外一个性质 什么性质呢 你看 这个某一行 任意一行 它们的这个数啊 都是一模一样的 任意一行的数 都是一模一样的 加起来以后啊 都一样啊 你看 一二三四十 你看 加起来都是十 加起来都是十呢 我就可以把它都加到第一行 或者呢 都加到第一列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它的 那个供应数十 就能给它提出去了 好 那我们记住啊 这答案是一百六十 我们要是都给它 加到上头去的话呢 那么都加上去 这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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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是二三四一 这是三四一二 这是四一二三 然后呢 我们把这十给它提出去以后 我把它写到后头了 提出这十去以后呢 那么第一行啊 就都变成了一 第一行就都变成一了 那么现在我把这十呢 就留到这儿 我们来看呢 这个行这个光 看那行列式的计算 那么这个行列式呢 我们原来也说过 说这不就是有好多个一了以后啊 那我就比较容易的 就能够把下边啊 给它划成 呃 这地方的划成零 比如说呢 我就给它乘上一个负二 这个乘负二加到这儿 我们看这回数呢 就小多了 乘负二 这是零 这是一 乘负二 这是二 乘负二加到这儿 这是负一 啊 那么再乘了负三 乘负三加到这儿 啊 那么就是说 相当于这个地方 每个都减去三啊 这是零 这是一 减三 这是负二 这减三 这是负一 啊 再然后呢 就大家再都减四啊 都减四的时候呢 这是零 减四 减去四 这个是负三 这个是负二 这个是负一 啊 大家看啊 减二呢 这是一 二 负一 这是呃 零 这就减三的时候 零 一 负二 一 这个是零 这就减四了 负三 负二 负一 啊 那么后边呢 我们来看 这个这个这个是从负一往前走的啊 如果他这个再多了以后呢 这规律也比较好掌握 就是从负一往前走啊 走到负几是几 那么这个呢 也是从负一往前走啊 负一往前走 不过呢 这个负号啊 这个斜的比这少一个啊 前边呢 是从一给挤过来的啊 那那么接触多一点 这个规律呢 也挺好看的 啊 那变到这了以后呢 我们也可以按着第一行第一列给它展开 那我们不去展开了 直接去画它的上上三角或者下三角好了啊 那这个再画呢 你看这数它是比较小啊 那么这个呢 我直接用这一行减这一行 那么这个呢 就变成了零 一减一是零 负二减二呢 这就是负四 啊 负一减去负一 这就变成了零 这是负四 这是零 然后呢 我把这个东西啊 乘上三加到这儿 啊 乘上三加到这儿以后呢 那这个就是零了 啊 乘上三加到这儿来呢 这是二三的六 六加这个呢 是个四 再乘上三啊 乘上三加到这儿来 那么这个是负负三 加到这是负四 啊 那么再然后呢 我把这一行啊 直接加到这儿来 那这个玩意儿就变成零了 啊 变成零了以后呢 那我们看呢 这个行列式 这个行列式变成一个上三角行列式了 那么它的就是对角线元素 的乘积就等于十六 啊 那么这十六呢 再和这个相乘 所以呢 就是一百六十 这个呢 和我们刚才的结果是一样的啊 我们对于同样一个行列式 我们也可以呢 有不同的方法去做 那么 那这个呢 如果我们按照我们原来的 直接画上三角的办法 尽管这数稍微大一点 但这方法呢 比较死 也比较容易掌握 呃 如果呢 我们利用一个小技术啊 我们把它呢 都给加到第一行上去 随一 大家注意 这个循环的行列式 一定有这个特点 啊 那么加到上面以后呢 那我把这个供应数提出来以后 使得下边的这些数呢 小一些 呃 呃 呃 大家记住 我们刚才有一个行列式啊 有个地方算错了 我们还没有查出来 我们下一次课呢 补给大家啊 好 这些课到这儿